一名在台中经营服饰店 长相亮眼的25岁成姓女子 为了取信被害人 都采取面交的方式 跟被害人相约在咖啡厅来交易 强调自己只是买卖币的币商 还提醒被害人投资要小心 似乎是想要营造善意的第三者形象 不过现在却遭台中行大查出 他是一名假币商 介绍被害人以虚拟货币 自假投资网站投资 要求被害人向假币商 警方调查证明陈姓女子 以币商的身份来作为掩护 制造金流的断点来隐匿犯罪的所得去向 那么捷警针对被害人 币商钱包地址等资料 来进行整个大数据的分析 查扣陈姓女子位于南投 普里镇的透天别墅 以及台中七骑的豪宅 还有一辆双B名车 那么并且在台中市的钟铭路 他经营的服饰店 逮捕了陈姓女子 以及八名的共犯 征询之后将群案移送 台中地监署来侦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